Garry,陳逸君,Miss Winnie Eve,Rematch 我要重申一次,電話是2892-7889 為什麼要打來呢? 為什麼要打來呢? 我想聽聽有沒有新年你覺得有趣的東西 想分享一下,或者看到別人喝酒 喝到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就想聽聽你接下來的2015年的大計 因為很多時候從一個教練的角度 很多人在2015年或者新年都為自己定立很多目標 如果你有這個行為動作,我真的恭喜你 因為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你不是想聽有沒有人有工作研究的問題 我還沒說完 沒有那麼多東西想聽,好,繼續 不好意思 如果你想有些目標定了 或者其實有些目標是你過去的3、5、7年都定了 但是從來都好像你有你定,但你有你不做 你可以打過來,可以給你一些啟發性的幫助 還有關於你接下來會見工,或者你想拿一些支持 或者有一份黃金的工作,你很沒什麼意求想做 你想拿一下第三者的意見,或者看看我們怎樣幫到你的話 2、8、8、9、2、7、8、8、9 喂,那… 怎樣? 怎樣? 講一下秘書的東西吧 講你那個還是我那個? 不要,我們那些不要講了 講別人的那些 講一下你知的那些 我們發覺了一個後群症 就是很多時候當老闆 或者老闆去完一個旅程回來 我們發覺 即是談到身邊的人 或者看一些資料 就是很多時候 那位sacretary 即是做秘書的工作 或者一些很近身的工作的朋友 都會辭職 或者會被解僱 是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覺得是他的向心力未夠 什麼叫向心力? 即是他 或者專心做他那份工作的一個 即是他沒有了一個 Superior 或者他的老闆在那裡指著他要做什麼的事情 他就開始很有空 一有空就開始有一些邪毒入侵 邪毒入侵 邪靈 邪靈 那些邪靈入侵是哪裡來的呢? 就是身邊的牛鬼蛇臣 開始跟他聊聊天 那些怎樣的 那些 唉呀,就說 喂,那裡那裡有人請人 他就去 即是這個 我覺得很普遍會是這樣 即是以往你這麼多年 其實你都會留意到有這個情況 真的有這些情況 通常這些一定是很通常 是很近身的,跟老闆很近身 我也留意到,其實正常老闆去旅行的員工應該都在某程度上有些開心 起碼少罰壓力,是吧? 很有趣,但是放完假反而回來,大家不能再合作 我覺得你不要說只是secretary或者assistant 其實做一些sales的行業,一些team都是這樣的 可能去完一個business trip,但其實他沒有份去 你回來好像世界不同了 是的,我們作為僱主要怎樣去留意這件事呢? 我想是最重要的方法是帶他去 阿姐,可不可以再給我一個方法? 那就是保持通話 哇,是電影的名字 我想是不要讓他覺得你在這裏享受世界 你都不知道我在這裏做甚麼 又或者是直接無法達到 就是要讓他知道,其實我想要保持他很忙碌 要不然他就會開始,唉很有空,先勾手指,先勾腳指才勾完 哎呀,旁邊有一個人很喜歡跟我一起爭執 那就是爭執了,互相交換爭執了 然後爭執就談了一些新點子出來 好的 team亦都是這樣,一些sales oriented的公司都會是這樣的 在這個時候,老闆不在,他有兩個做法 一就是很有自律性,自己開波自己做事 通常這些都是很難能可貴的人才 但普遍性來說,都會是,喂,老闆不在,對呀,他又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他覺得跟你已經是不同的世界 對呀,你又在那裏享受你的假假 他又不知道你,你又不知道在那裏享受甚麼世界 我又在那裏享受女生,我當然找我自己的世界 對呀,那就開始有異心了 嗯,而且我就跳下去,即是那位在職人士的角度 很多時候亦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很多時候,你知道老闆放假的時候 雖然他放假,即是身體不在工作 但是呢,其實他可能因為這樣的時候特別會緊張 將一些緊張的東西可能會放大了 那很多時候,你的自律性 或者你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 但是工作表現會特別放大了去看 嗯 但是自律性這一點,就真的很多人的自性關鍵 絕對是 即是,就算我們剛才說去做運動 也是一個自律性的表現 是的 時間管理也是自律性 是的 即是你自律程度越高 其實基本上你的成功的機會都會越高 嗯 是吧 你每天做多十件事已經很重要 是 那麼,自律性表露無遺的 接著如果這個時候被放大意 你自律性不到位的時候 那僱主會有很多不滿 嗯 是吧 第二就是說 很多時候呢 你跟別人聊得多了 或者多了跟其他平人不說話 因為你有空了 或者放鬆了 其實我想你每說句話 或者表達過的東西 可能在另一邊的商店 在老闆的耳朵就進去了 還有你不要以為進不了 是一定進硬 只不過那個是有幾成是準的 沒錯 但通常大部分過一半都是被污染 我想只有一成半 還有有distortion 就是會扭歪了 一定是的 這樣就很慘 即是你很慘 即是你會立即被 可能是無辜地 即是被撞榴彈的感覺 絕對是 如果你很珍惜這個工作的時候 可能你回來就收信封了 即是死了也不知道有什麼事 是的 所以大家在這個情況下 都要小心 其實當你最鬆懈的範疇環境 就是你要彰顯你的高度嚴謹和自律性的時候 沒錯 這個我希望大家真的明白那個道理 因為其實現在都不是容易 找一份新工作 但我看到有一個調查 原來說一個人的自律性 很關於童年有沒有幫忙做家務事 OK 那我又問你 很多時候你看皮文在其中一個區域裡面 都會看到那位朋友 的自律性 還有他做家務的能力 都會的 其實是不是 他做家務是否真的由小時候 還是天生有一些東西去 我想做家務是對家人的向心力 或者是他會付出 通常你是付出才會珍惜 你會珍惜你的家 你會覺得我做的行為是否有責任心 有責任感 這件事會有一個影響 但當然自律性對一個人的成就 是有一定的影響 是的 尤其是你創業 自己做老闆 這件事都是很重要的 或者你想升職 怎樣訓練小朋友有自律性 首先就是延長他的專注力 怎樣延長他的專注力 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例如可以 例如小的那些 玩一些拼圖 玩一些LEGO 跟他捉一下棋 這樣都可以的 還有其實延長自律性 不延長自律性 延長專注力 這個其實很關於小朋友有沒有好奇心 他會不會很想繼續發問問題 會不會很想尋求知識 這個很看對方 譬如小朋友問問題 不要再吵架 現在正在等車 還吵架 電話又響了 經常都會這樣的時候 沒事了 還有有時候很有趣的 我們說小朋友的好奇心是一剎那 他問那一刻你跟他說 你先記住他 星期六跟你去圖書館再找答案 那就糟了 他就已經覺得你敷衍了他 他都忘記了 星期六就說好 一塊飯就說好 所以我們說 都是關於溝通時間的事 有時間 有沒有質素的時間 我這次去旅行 我有個同事 有個小朋友一起同行 其實我也蠻喜歡跟小朋友玩 真的嗎 看不出來 很多人都看不出來 跟他玩 我很喜歡 我知道你那位朋友的小朋友 特別很乖 很精靈的 其實我跟我姐姐的子女都是這樣 我很喜歡跟他們玩變魔術 其實我不懂 只不過我快手一點 就是小朋友普遍都很喜歡變魔術 就像那天這樣 我就跟他吃早餐 你知道小朋友經常扭計 但是我當一個魔術師的形象出現的時候 我一扭計我就不會跟他說 你不要吵 不要吵 不要吵 不如借兩分鐘我們玩個遊戲 玩個魔術 蛋白 那我就變走了 即是很快 哎呀 好可憐 然後他說可不可以變 他爸爸的電話 他說他爸爸那裡 然後我說可以變他電話那裡 然後我立即拍了一張照片 就WhatsApp了他爸爸的電話 然後他媽媽就按照片 然後那個年輕人就 哇 不是 年輕人幾歲 三歲 哦 OK 三四歲 那我整件事都是很專業的做法 我明白的 我認為而已 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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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其實都 我剛才會說這個例子 其實你都要延續他的好奇心 嗯 其實他看著你玩的一分兩分鐘 都是一種專注力 都是的 所以有時候我剛才你說 聽到爸爸媽媽說 哎呀你不要吵 那些的而且我經常聽到 但其實都挺反感 因為我的年輕人都很悶 是啊 為什麼不要吵 我們都親身經歷過 我見過陳先生對小朋友 我都確訊是很有辦法的 因為話說有一次 哈哈哈哈 是北京那一次 是北京那一次 講不講得了 當然講 你不講我都不記得 哈哈 那有兩個小朋友 很吵 那我們就在做廣座 一個不知道就踢球 一個就在那裡鬼嘩鬼叫 很吵 我們剛剛下機 在做廣座 準備開球做廣座 然後陳先生就出來就說 嗯 我想到一個遊戲 對 他們又很認真地玩了 對 你猜一下玩什麼遊戲 遊戲就是玩鬥不說話 不是啊 鬥閉氣 鬥閉氣 不是 先不說話 但都不太行 然後進級了 我們現在一起玩鬥閉氣 然後好像隔了一會兒 就是終於有個女生 很聰明的 就跟你說 哎 我不玩了 我看他們玩 對 因為臉都很紅了 當然在旁邊的 你就洩起來 就這樣 很好笑 我真的覺得你也很有辦法 OK的 因為我覺得你跟小朋友相處的時候 你就要先變一個小朋友 哦 是的 你一定要拋開 你就要先變一個小朋友 你叫做投入 工作需要 就算小朋友跟別人相處都需要 你跟他玩一腳 你瘋過他 其實就OK了 是 你們這麼吵 我瘋過你 我跟他玩閉氣 死了沒有 哈哈 是的 剛剛才 是的 所以有些東西是可以 out of the box 是的 還有其實有好奇心 其實基礎就是去觀察力 但是說清楚 老實實 你要很清楚 玩閉氣這件事 真的跟他玩一下 你只要看著你的狀態 不是說真的叫你建議 大哥 你待會真的死了 那時候你不要來找我 不是的 他跟著就不玩了 聰明那些 所以繼續玩的 通常你都要驗一下 哈哈 我們又看一看新聞 就說一些關於剛剛畢業的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 你看到剛剛畢業的朋友 人工薪酬指標 你有什麼感覺 嗯 為什麼這麼多年 都好像沒有變過 嗯 是的 是的 講大專生 起身點八千 有人叫萬六 我記得 你第一次 一說就透露年齡 你又不喜歡 不用說了 但是我記得這篇新聞有說到 真的很忌諱 不是 因為這篇新聞有說到 它是說 它拿的數字 其實不是很真實 是 它拿了好像有些是沒有大學畢業的資格來計算下去 而且它的範圍很寬 15至24歲 所以其實數字不是很真實 所以八千元這個可以約 那麼參考 是的 我記得在1995年 我回香港做鼠氣工 都是做一個 剛剛畢業 沒有什麼特別的工作經驗 在一間日本人公司做一些電線 給一些影印機的電線 我記得那時候的工作職務 都是處理很多購買命 一些admin 一些購買的東西 那時候我記得 人工是一萬一千元 即是那時候我的 性格是剛剛畢業 嘩 可能都OK 但是你想想十年前 現在我看回畢業大學 那時候我不是報畢業 我只是報大學給一年 現在看回大專生畢業出來的指標 其實真的好像沒有改變 是啊 但是我們反而看過落差 就是原來當中位數是八千也好 它竟然會開到萬六 其實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它的信心很強 是啊 就是那個範圍很大 不過有件事肯定反映了 就是其實現在那個 即是剛投入職場裡面 那個競爭力 你一定要保持到一個層次 因為工作之間的競爭實在太大了 那你怎樣裝備自己 怎樣可以脫穎而出呢 這個是非常關鍵 大家也要思考 其實我們過去這麼多集 如果大家有留意 很多時候我們面對一些嘉賓 或者上來帶著一份工作來進行的時候 可能他認為自己的準備好 已經去到一個合格的指標 不過很多時候上到來 即是見真功的魅力所在 就是我們會令到他覺得 其實現在你和所謂準備足夠的指標差很遠 幸好這是一個節目和你熱身 如果你一個真正在現時的 見過那份工作的時候 那你就會失敗了 嗯 都是的 不過最近有一份黃金筍工 是嗎 不過是在美國的 稍後我又說了一件事 我發現美國人 你有沒有走過商場 我有 商場 商場中間不是有很多步驟嗎 你這樣怎麼回答 請問你有沒有走過商場 你有沒有吃過飯 對呀 我都蠻蠻愚蠢的 不要緊 繼續 換張眼鏡是這樣 看不到東西 舒服多少 走過商場 我走過了 挺好戲 快點找黃珍珍聊 繼續吧 商場中間不是有些 一個個攤位 賣不同的東西 在外國特別多 我發覺他們有一些必殺技 是可以在一分半鐘停止你 停止你已經是他的第一 那一刻就很重要 然後是另一個 因為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經歷 我在那裡試過被人停止 並且我給他的那個賣技 有三十秒左右 吸引到 吸引Follow 然後有沒有放下錢 有 放下九十多美金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我發覺原來 整個魔物在這些攤檔 他們都是用同一個手法 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黃金 說來聽聽 這個是黃金的 Icebreaking 我想它大概用一分半鐘 大部分人好像是 剪刀了 大家好像有一個對白 他們都是用過這個方法 但有效過 OK 回來我們聽聽陳先生說 好啊 其實很多聽眾都知道 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年多 我覺得錢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很想結婚的 然後錢可以怎樣定義 怎樣為之夠呢 最少都兩萬吧 起碼要 底是有兩萬 Billy嘗試說 你認為市場上 你有機會可以做到的工作 而是兩萬元或以上 你以狂風掃落葉的說出來 Sales和PRO Sales 剛才你說其中一個 你想進入的行業 是 銷售 是 你最有用的 是誰 Steeth Jobs Steeth Jobs OK 蘋果的品牌口號是什麼 Fing Big 不記得 洛基亞的品牌口號是什麼 Motorline的 不知道 PRO界一個你認為很Hero的人 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一行在哪裡厲害的 嗯 那我怎會有一個Benchmark去看著 或者超越那個人 多謝你 Very good 要打八個小時 哈哈哈哈 好 Well done Thank you 妖言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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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XX的 他在14歲的時候 就見過這個姓母 太陽光只是現在的七成而已 是骨頭沒有 肉也沒有 是會令到一些動物發生 靜記的粉漿在那裡妖言 你覺得是愚昧的地球 大犯罪負 逢星期四晚10點 mmpoon.com